哈喽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礼拜五非常开心又来到一个周末 那我们的股票一样也是在创波段新高 那我们之前就公开跟各位投资朋友分享的这个股票叫做一言九鼎嘛 什么叫一言九鼎就是泰鼎这家公司 那今天在创波段新高我们是不是之前就已经先讲过呢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没有我们底部进场嘛 当时很多投资朋友遇到这个贸易战的纷争就感到会非常的害怕 尤其是在7月6号正式生效之前 因为我们在6月底就分享嘛 那从7月1号2号3号4号5号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利空出来 那投资人都非常非常的担心说 到底这个贸易战爆发之后国际股市可能会跌很多 但是我们怎么说的 我们说就算真的这个贸易战正式生效在7月6号的时候 正式生效它也是利空出境 它会涨嘛 因为盘已经跌了超过700点 所以利空出境生效之后 它果然就是开始一路往上涨 那第二种情况是假设没有 就是到最后结果它是没有实施贸易战 而是改用谈判跟协商 那铁定又是涨 而且是报复性的大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地方勇敢进场做一个布局买进的动作 到今天为止 有没有 赛创波段新高 昨天攻到涨停板 今天又大涨了67% 所以表现是相当相当的一个亮眼 好啦 那这是我们刚才有提过嘛 我们之前就是一样是这张投影片嘛 我们怎么说的 我们字都没有变 我们说贸易战就是川普为了要 就是逼对手上谈判桌的一个政治手段而已嘛 那我们说到7月6号关税正式生效会怎么样 利空出境会涨嘛 而且我们在7月初的时候 为了要帮投资朋友解决这个手上矽金源套牢问题 我们特别赠送了一份 就是有关于矽金源的研究报告 还特别的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等6月营收公布 为什么 因为7月10号之前要公布上个月的营收 所以我们知道矽金源产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它的营收公布之后 显然也是会创新高 所以股价在跌升 因为法人的卖出 还有散户融资的卖出之后 会有一波的反弹 结果到现在确实也是这样子 矽金源族群相关族群也反弹上来了嘛 那我们在这个研究报告里面 只有赠送两只股票 一只就是我们泰底嘛 那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另外一档呢就是红河嘛 红河今天也在创波段新高 所以只分享两只股票 两只股票都命中 所以我们命中率是100%的嘛 这是泰底的基本面嘛 有没有 它的每股净值31.77 现在的净值还低于31.77呢 那再来是毛利率连续6季创新高 那再来它的营收部分 有没有 1到6月份累计营收也是创新高 好啦 那当时贸易战很恐慌的时候 外资就已经连续了 一个礼拜都呈现买超 近期当然不用讲 也是呈现一个买超的一个动作嘛 好那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档我们所赠送的股票 就是这个1446的红河嘛 有没有 大同上面这是大同 大同起涨之前 它是横盘突破这个横盘的相趋势线嘛 那后面虽然有上影线 然后有这个黑黑棒 可是后面在这个上影跟黑黑突破之后 一突破马上就是连拉了两三只涨停 好那我们看到红河的部分 红河也是一样红河 有没有红河这个地方 他也是出现上影线跟黑黑棒嘛 那看起来是弱弱的 有没有 可是你看哦 到今天为止 今天为止 他是不是再创波段新高 当时在这边嘛 那现在是不是一样再创波段新高 所以你看他看到之前的上影线 说黑黑棒 其实只要长红黑棒 有带亮之后 他还是可以突破 为什么 因为大同 他涨的是什么 涨的是土地资产体产嘛 红河也是一样啊 红河的永和的建案 预估是108年完工嘛 完工之后就可以开始做销售 那在板桥的这个两栋商业大楼 其实也很快的就准备 一旦这个地幕的变更完成嘛 确定完成之后 哎搞不好他卖出去 他的EPS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哦 所以这家公司在7月份 有可能就会迎来 成立以来最大的一个转机 所以股价我想是相当值得 做一个期待的动作的 好那 那至于大盘的部分 大盘部分 看起来越来越稳哦 我们之前有提过嘛 量要增嘛 量增之后 他会慢慢的去挑战这个季线跟半年线嘛 今天果然季线已经站上去了 只剩下半年线嘛 所以这个盘在这个地方 哎 之前因为贸易战恐慌害怕的人 他不敢进场 因为7月初 其实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投资朋友的异性蓝山嘛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影片 我们才特别提醒投资朋友 下半年不要放弃 就是 不要放弃治疗 那也不要一心难伤 为什么 因为 你这个时候 尤其当大盘不好的时候 你更是要找一些机优个股 业绩好的股票 在下半年你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你才可以赚到下半年的一个投资产 因为下半年11月还有9和1的大选 所以到时候还是会有好的股票 只是说那一些下半年涨的股票 跟上半年所涨的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会是上半年很热门的什么被动元件 什么MOSFI这一类型的 细晶元这一类的 他的结构跟他涨的股票会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他涨的一定是上半年没涨过的 而且是业绩也很好的股票 那我们今天有权利布局一档标的 这档标的我们的选股 其实各位投资本应该都知道 我们不是乱选股票 我们选股票一定有原因 有理由我们会先有一个看法 有看法之后形成一个策略 进场之前我们就先想要出场点了 再来是我们会实际操作 操作之后呢 我们会有纪律的去做一个停损的动作 如果真的不行 接下来我们就会有继续做一个停损动作 那整个是一套的策略 那前提是配合这个基本面 基本面6月份营收创历史新高 1到6月份的营收又创13年以来的历史最高 那最多人喜欢做这种股票 就是股价经过横盘整理之后 向上突破第一根 这种机会只要你一突破 前面只要盘的够久 一突破第一根 通常第二天甚至于后面的波段 在上涨几率都有高达八成以上 尤其是横盘突破第二天 第二个交易日通常八成几率会上涨 那波段的话就要看他后面的成交量能不能跟上来 他的续航力道 不过这只股票呢 其实短中长期的技术形态 你去看他KT指标 日线周线月线同步都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黄金交叉往上 而且他的位阶是蛮低的 好了 那如果想知道像这样子好的标定呢 那欢迎加入我们股民当家的一个群组 一个LINEET 那更多的消息呢 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主页当中 那我们下礼拜见啰 拜拜 本公司以网质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